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书里的大学说 狗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说明人要不断的更新 才会进步 衣服破旧了 要换一件新的 房子老旧了 要加以翻新 新的环境 新的人士 新的团队 必定有新的发展 一般常讲 这是个新时代 对于老旧的过去不能留念不舍 否则会被机为没守成规 固步自封 没有进步 因此能要从旧有的里面 偷胎放骨 脱颖而出 不要留念过去 要懂得自我更新 如何自我更新呢 更新之道在于 一 反省 真指说 无日三省无声 能要反省 才能更新 才能进步 例如 我往日的作为 有合乎他人的需要吗 所有的想法 都能以人融合一致吗 我的所作所为 都能对别人有所利益吗 每日都能反省 自问 我对父母有尽孝吗 我对朋友有帮助吗 我对社会有贡献吗 我自己的行为有措施吗 我的良心能安稳吗 人能反省 必有长进 第二 认错 认错是美德 更是勇敢的表现 所谓 知错必改 善莫大焉 人不可能都不会犯错 但犯了错 要能知错 而且要知错必改 一定会有进步 人的经验阅历都是从失败 在错误里一次一次 累积而成为智慧 所以一个人都不曾犯错 没有了不起 知错能改才是伟大 但是犯错而不认错 那就是罪过了 我们看社会上 有一些人死不认错 自以为是 其实他的人缘 他的成就 必然大打折扣 第三 忏悔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成痴 重生与欲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人要更新自己 忏悔是必要的修行 我们每天的语言 造了多少妄言 恶口 两舌 奇遗等口液 我们的身形所作 都是杀 道 习行 我们的心里充满贪嗔嫉妒 愚痴 无名 这些可怕的恶习 存在我们的身心之中 如果不能经常忏悔 就如同衣服脏了 身体脏了 不每天洗涤 只能清静呢 行善 我们要求自己自我更新 应该 应该以做恶事 要更改 为做恶事要杜绝 为做的善事要 积极去做 以做的善事要 继续加强 所谓行善 连同子君都要 日行一善 如果社会上 一人行善 则十人受益 百人行善 则万人受益 全国的人都行善 则世界哪里会不善美呢 说一句好话 是行善 做一件好事是行善 起一个好心是行善 社会要改善风气 就是要靠我们不断行善 就是要靠我们不断行善 所以凡是有志于自我更新的人 应该要自我反省 认错 忏悔 此外还要积极行善 透过人人行善 希望对社会风气的改善 对普世人心的进化 都能有所注意 自我更新美化社会 全民齐心着力 大家一起来 感谢大家的聆听 期待下次以法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